近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办的 时代风尚 中国文艺志愿者助力高质量发展特别节目 在各大平台播出 以文艺的形式展现各行各业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文艺志愿服务力量 在特别节目中 文艺志愿者们走进工农兵学商各领域各行业 带来歌曲演唱舞蹈表演 朗诵乐器演奏等多种样态的文艺节目 侯金剑 陈都灵 徐卫舟 杨清华等文艺志愿者 走进中车松原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 申请演唱《在阳光下》 《荣耀》《我和我的祖国》等歌曲 在阳光下 既情荡漾 为美好生活犯法图成 我和我的祖国 一颗也不能分隔 江坤 李右斌 王志飞和杜江则申请朗诵诗歌 《惊奇波涛万丈》歌颂中国海军的《斗志昂扬》 奔勇前进 驰骋万里海江 惊奇波涛万丈 青年演员陈晓朗诵了与你同行 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普通人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双手 为家庭 为国家 为人民 创造一份财富 一份美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